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好久不见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套奇葩的 这个暗黑耀重制版的build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 世王近战法 那么这套build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build呢 它兴起在哪里 主要是 首先它是一个法师的近战build 那么其次的话 它使用的是用这个刀去卡 它使用的符文之语是这个世王者 那么这套武器围绕这个世王者 去构筑的这样一套build 到底是怎样轻松的这个完成这个uber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整体的装备的话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这套装备必须要堆高的是一个 就是粉碎打击 就是我们的cd 以及我们的开放伤口 撕裂开放伤口的这个几率 那如果这两点 如果做的比较高了的话 那基本上在这个打uber的时候 就不会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装备 它的这个除了这个世王者以外的话 我们增加cd的方式 还有就是用这个gbase 同时呢增加这个 很多cd和撕裂伤口的这个衣服 那么还有就是鞋子 我们说的这个cd鞋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可以是使用这个手套 也就是捉过拉的手套 来打出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吸血的这个诅咒 当然其实也可以 并不在意这个吸血 真的能不能打出来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一个大军之怒 可以增加这个闪电伤害 那么两个 使用两个乌鸦之双 是为了增加更多的这个敏捷 以及这个我们说的增加这个命中率 因为这套比较的人 我觉得最最跟最最这个 头疼的其实是命中率的问题 那么除了这个强化 法师通过强化的方式来增加它的这个 整个命中率以外 还有就是堆高一些敏捷 那盾盘的话 我们说使用的是这个模式的祝福 那么顾名思义因为它有两孔 然后又增加了很多的全抗 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镶嵌两个乌亩 当然也可以镶嵌两个白色的这个宝石 来增加很多的全抗 那基本上腰带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雷神 或者说使用心结都可以 问题并不大 那除此之外 它可以带一些就是带全抗 或者带生命的一些板子 基本上这套Build的这个生成能力 是非常强的 傭兵方面的话 我们会如果想要傭兵 在整个Uber当中都存活的话 我觉得个人最拥解 还是使用最后的遗愿 加上悔恨 从时呢穿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荣耀之恋 加上的这个吸血的 吸电的这个头 但是呢 如果考虑到一个成本问题的话 可以采用就是背信加这个直发者 但是如果是使用背信直发者的话 一般都必须要先把这个 Buff打出来 引散打出来 否则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温威斯托一下子就秒掉 所以基本上 装备方面就是这么介绍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技能加点方面 那么技能加点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点些什么吧 那么这套Build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觉得新奇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里 使用的是这个碎冰甲 那我觉得只要把碎冰甲点满的话 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会提高的非常的高 同时呢 它还有一些冰伤 那么闪电技能方面的话 主要是把这两个技能点满 也就是我们能量护盾 以及它的联动技能 心灵传动 这两个点满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可以把顶球的这个伤害达到极致 基本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火焰 类法术里面的这个附魔 那么可以增加很多伤害 帮傭兵也增加很多的伤害 一些点数的话 其实可以配分配在这个暖油里面 或者说放在这个静电力场当中 其实这套Build本身 它的近战的这个CP属性很高了 所以其实在全程 我并没有使用任何的这个静电力场去削弱这个BOSS的血操 所以我个人觉得也没必要去点很多的投入 就是加点方面就是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套Build的美中不足 其实就是在这个命中率方面 在这个Buff之后 其实可以接近5000 但是如果 如果换成它的这个King Slayer的话 就在5300左右 那么从这个生存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把这个 一部分的点数 平均的分配在这个能量护盾上面 以及就是这个法力值和这个血槽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相对来讲也不至于这个 在能量护盾被打没了之后 一下子被BOSS秒掉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因为附魔的等级更 它相对来讲不错 可以提升到这个整个命中率达到5000多点 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常高的命中 但是相对来讲 从生存和这个伤害的角度来讲 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打这个Uber的这个时间和速度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最后我想说的是 现在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玩A4的同时 有很少的玩家可能还在 继续玩的暗黑2重置版 比如说我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其实尽管这个游戏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了 它也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能够去挖掘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玩法 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这个 暗黑2重置版的更新内容 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不一样的 暗黑2重置版的世界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哦 Peace